我是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 欢迎收看胡卡 美国陷入空前的价值观混乱 拜登总统的就职典礼和他的执政前景都面临挑战 首先特朗普的支持者扬言要缴新总统就职典礼的局 当局现在已经开始向华盛顿大量部署国民警卫队员 特朗普总统宣布华盛顿特区实施紧急状态 另外有民间组织计划 1月20日在脸书上举行名为 特朗普第二届总统就职典礼的活动 这不是要与拜登就职对着干吗 是造反啊 但是呢支持者已经有好几十万 还有民主党已经在众议院正式提出动议弹劾特朗普 但是呢FBI已经发出内部警告 有组织威胁 如果特朗普真在1月20日之前被罢免 他们要在全美50个州的首幅发动武装抗议 除了这些破坏权力交接的活动 特朗普被推特等社交媒体封号引起的反对声浪呢 正在扩散到更加广泛的西方世界 法国非常罕见的出现朝野共识 他们齐声谴责美国社交网络巨头 试图控制公共讨论空间 对民主施行暴力 德国总理默克尔也公开发声 认为呢封特朗普的号这一做法是有问题的 这些声音无疑会对特朗普及其支持者形成鼓舞 增强他们长期对抗美国建制派精英的勇气 虽然共和党的一些大佬很不赞成特朗普的做法 但共和党远没有形成如何对待特朗普的统一认识 美国目前的斗争线索呢 有些混乱 既是党派斗争 也是特朗普极端路线与建制派的摊牌 民主党在最后时刻发起弹劾特朗普 除了要惩罚他攻击民主 还有一个目的是要搞乱搞垮共和党 如果共和党与特朗普决裂 他们势必失去大量特朗普的铁钟粉 那些中下层的保守主义选民将弃他们而去 所以说现在美国真的很乱 严重缺少团结起来的政治资源和头绪 拜登说他上任后的最重要任务 是要重建美国社会的团结 这恐怕是他真的最大苦恼 但做起来又谈何容易 老胡觉得呢 美国的根本问题是他的经济运转出了大毛病 社会分配越来越不公平 而且呢种族矛盾越来越尖锐 社会在朝着不同方向严重撕裂 而他的政治体制没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 一直呢在得过且过的混 特朗普他是一个破坏者 他推翻了已经很脆弱的机制 导致了大量被掩盖问题的总爆发 所以呢国会一下子就被冲击了 总统的社交账号一下子呢就被封掉了 这个国家很可能将越来越乱 前面还会出什么事 没有人知道 没有人知道